为什么郑成功拼死也要收复台湾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自己人去台湾 竟然要被外国人强行搜身 如果不配合 就会被关进水牢 可在郑成功出手之前 就遇到一个天大的难题 父亲要去当叛国贼 儿子气的手握剑鞘 见父亲即将走出家门 郑成功刚霸出的利剑 却被母亲拦了下来 前有生养之恩 后有精忠报国 为了跟父亲划清界限 他只能将护身软甲丢在地上 希望能保佑父亲平平安安 此前由于大清强势进攻 龙武皇帝只能退至福建 郑家父子成了明朝的希望 其中郑成功更是一心报国 面对清军的咄咄逼人 郑成功宁愿闯关 也不愿意剃头 因为郑成功的这颗赤子之心 南明龙武皇帝第一次见到他 也不愿意剃头